完全能理解范贤为何会毫不犹豫地入范家族谱了 原来老李家的范是真的不好吃 范贤初始北七前后各参加了一次宫中家宴 第一次时 庆帝的三个儿子中 太子和二皇子都紧绷着身体跪在地上 此时的范贤尚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是作为一个置身世外的旁观者 被迫厚着脸皮留下 所以一直保持着傲然的站姿 既然是家宴 臣在这儿不太合适吧 你脸皮厚没关系 而第二次家宴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画面 这一次庆帝的几个皇子都来了 范贤也得知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只有他俯身跪拜 表演着自己的愤怒不甘和啜气 自以为会得到皇帝爸爸哪怕一丁点的偏爱 但他错了 庆帝当中把他的提斯腰牌扔入湖中 让他认清了自己的身份 坚持给范若若赐婚 又变相地打压了他 临走时那句打轻你了 更是上位者对下位者尊严的碾压 自古皇家无父子 范贤终于明白 自己之前的假死欺君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不过是庆帝不想断了神庙的消息 所埋伏的一场捧杀而已 庆帝哪有什么偏爱 无论是他还是其余的皇子 都不过是庆帝玩弄全数的棋子罢了 只有老范家对他才是真心一代 范贤进范家祠堂吗 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 还是姓范 真惹了事 臣给他担着 范贤从始至终关心的都只是范贤这个人 而不是他身上附带的任何价值 范贤不想取位谋面的林王 他一开始不同意 但看到了范贤的坚持后 还是尊重了儿子的决定 范贤追击四里里受阻 他冒险调动红甲骑兵威慑诸葛放行 范贤被派去北齐 他宁肯丢官不做 也要跟庆帝和陈平平聚礼力争 如果说范贤对范贤的好 一开始是因为叶青梅 但从范贤将自己的亲生儿子 替换下小范贤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已经将范贤是做了自己的亲儿子 我儿子尸体在那儿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凭什么不知道 是你们让他接触监察院 是你们逼他出师废弃 也是你们撤走黑旗 让他以命犯险 现在生死了 剩下的就只有一句 不知道 你们不要他 我要 我要带我儿子回家 除范贤之外 淡州老太太打小将范贤抚养长大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 又为他挡住了多少鸣枪案件 范若若很早之前就猜测到了自己亲哥哥知死的真相 但他从史之中都毫无保留的信任范贤 柳氏在解释清了误会后 也逐渐将范贤是做了范家的一份子 尤其在范思哲被送往北七后 更是把范贤当做了范家的未来支柱 范思哲虽然年少无知 却始终记得范贤是自己的兄长 即使被其胖揍一顿 但看到兄长吐血后 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着急和关心 这样的情谊 恐怕敌亲兄弟都很难做到